王一博不想卷入赵丽颖约会传闻 最近易阳千玺拍了一些王一博的最新照片 据悉,这是他与美女姐姐赵丽颖的恋情传闻后的第一次露面 如果是吃瓜群众,想必大家知道这个传闻一出 王一博和赵丽颖在野蛮生长中中剧的消息就爆发了 预计9月开拍 消息来源尚不得而知 但已经让赵丽颖的粉丝们不满 支持队站出来抗议 迫使赵丽颖不和王一博合作 据易阳千玺了解 这对姐妹曾在有非中结缘 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特别是 他们还获得了精英电影节最受欢迎的男女女演员奖 虽然他们的同事朋友关系很好 但双方的粉丝都意见不一致 经常发生不必要的摩擦 因此 当女方粉丝一直反对时 在下一个项目上出现的考虑变得更加复杂 在赵丽颖的恋情传闻中 王一博于凌晨两点在长沙机场被抓获 照片中 王一博穿着黑色长裤 黑色街续 戴着黑色口罩 戴着黑色鸭舌帽 步子匆匆 看上去很累 值得一提的是 她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传闻的影响 一博还是很平静的 奇怪的是 1997年出生的男明星摘下 常戴的项链 易阳千玺怀疑她是故意避开赵丽颖的 据了解 她从去年起就戴过这条项链 无论是拍节目还是在家里拍视频 都戴 这让许多人感到奇怪 并认为她真的很特别 当网友深挖发现赵丽颖有一个类似的戒指时 这个还成了关注的焦点 正是上述证据引起了人们对他们关系的怀疑 不仅如此 今年4月初 有人爆料赵丽颖和王一博的恋人疑似恋案 自从何眼又飞以来 他们的关系一直很抨击 双方都没有否认 其实 难怪网友质疑 有时候他们太过亲密 拍照 自然让易阳千玺自己也跟着震撼了 易阳千玺认为这次重剧的传闻应该有问题 似乎有一个暗示力在 向王一博和赵丽颖的粉丝在社交网络上口站 现在 传言正在逐渐平息 易阳千玺不知道他们能否继续合作 事实上 赵丽颖的演技一向很好 王一博也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无论如何 他们应该等待 看看他们将来会做什么 你们怎么看 让易阳千玺在这篇文章下面多点意见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区别人 赝اف与您的支持 公开